主要那天就讓大家很多舞蹈 我已經開始了嗎 開始了 嗨 嗨 嗨 對 換了顏色 就那個 太 這個顏色 就是它 叫什麼 太白了 然後 黑色的 長出來一點 特別難看 今天好乖 我一直都很乖 對 換了頭髮顏色 呃 今天的 我們就來聊聊天嘛 然後我今天 今天就收到了很多的 那個叫什麼 信 對 然後我要 我要負責 哦真的嗎 好看是嗎 那也 那我就 還是深色的頭髮吧 因為 淺色頭髮太招 招罪了 謝謝 然後我今天就 我們就 就聊聊天 然後 我今天就讀一讀 然後 就 你們寫著我信啊 什麼的 然後 分享一下 好吧 然後 然後 這個叫 孫佳寧 yes 寫的是 君澤哥哥 我想你了 yes 挺好的 哈哈 這叫 沒名字 Nobody Nobody 願 安好 OK我也希望你安好 有點逆光嗎 對 因為如果我把那個 那個 穿帘拉扇的話 就會 太可以 對 讓他 對 有點尷尬 因為他後面是被關的 會卡嗎 卡嗎 不卡呀 那可能是你們那邊 可能是你們那邊 卡嗎 什麼叫看起來年輕很多 我 我本來就挺年輕的 這叫什麼 雖然年紀有點大了 但看起來還是 挺OK的嘛 然後 哇 這個也太長了吧 看一下 這個叫 純 純矣 對 然後 我稍微讀一下 君澤哥哥 其實 是 嗯 我先大家看一下 OK等一下 我們需要換點BGM 這樣BGM太帥了 BGM 讀起來會變rap 君澤哥哥其實挺遺憾的 認識你的時候呢 已經不算早了 沒有看見你的過往 嗯 這個應該是 心酸吧 語不易 但我會永遠記得這個夏天 它是溫柔的 值得慶幸的 其實很少寫信 這已經是這個時代不再盛行的溝通方式了 對 這句話叫從前 怎麼說來著 誒 那句話怎麼說來著 什麼 什麼車馬 什麼從前 什麼 你們懂嗎 唱不 OK 不好意思 沒什麼讀書 然後 但是想說的是 其實 其實 不必一到TB 就 辭窮了 啊 什麼 不過是吧 OK 其實都沒有很重要吧 無非是那幾句 請照顧好自己 工作太累的時候 記得放鬆一下 要永遠懂得 爭取 合理的休息時間 瘋狂 其實OK 不要太疲憋了 不管是作為rapper 還是 Vocal 又或是音樂的製作人 始終要拿出一對音樂的態度 要當世界上獨一臥的Foo Boy 那是必須的 雖然我讓你好好休息 但是 OK OK 我盡量不當鴿子 啊對 然後就因為這個事情 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公司有跟我說 說你們想要我說 嗯 看我跳舞 這回事對吧 然後因為我自己 嗯 欸你們聽不到我在讀什麼嗎 我看一看 音樂聲太大了 音樂聲太大了是嗎 可是他已經很小聲了呀 這樣OK嗎 OK Colin又一直在循環是嗎 嗯 對 對 然後我剛才說回來就是那個 嗯 就是我這段時間跳舞 叫我跳舞不是嗎 然後 啊 因為我這段時間要發新歌了 然後我這兩天一直在 那個 準備歌曲後期的一個 火音的事情 然後 所以說就沒有太多時間去 去去去去去跳舞啊 然後這樣的事情 嗯 所以說 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一定會滿足你們 想要看我跳舞的樣子 對 你不是看過嗎 真的是 這節目裡面不是天天在跳舞嗎 我現在 其實 其實 不是很想要跳舞了 其實 呵呵呵 對 好好做音樂其實會比較好 對 然後剛才 他們 啊 這個叫純藝的 啊 小同學呢 他說到叫我不要再當鴿子了 要我當勤奮的不顧鳥 OK 我努力的去做 對 其實我已經準備好 啊 好幾首歌 然後要等到 八月份的時候 會陸陸續續的 一手一手的 往外面翻 對 然後 很心疼你的過去 也很期待你的未來 你的過去無法參與 未來的我 和你分配到底 你如果同意 我一定去 軍者要和GPS携手 走到公園的以後啊 陪你到 從義無所有 到成功成名就 是我的 心願 對 宿願吧 嗯 這什麼字 我 無所謂的 OK 見過一面的傳譯 OK 我已經get到 嗯 我受不了了 你怎麼了嗎 OK 嗯 我們 幹活啊 這些信呢 就都要好好的收著 嗯 是你們 就雖然現在 嗯 很少寫信這種方式嘛 但 但我還是挺 挺喜歡去讀 讀信 就是 就是你們寫給我信 我還是很喜歡去讀一讀 對 因為會顯得特別的 真誠 嗯 這個我先看是誰寫的 該用戶登月失敗 你為什麼要登月啊 地球不好嗎 OK 你好啊 君子 沒錯 我又來給你寫信了 哈哈 以前也沒怎麼寫過信 我在想有了喜歡的人 我一定要寫一份信對 應該給你吧 雖然現在通訊這麼方便 可以發文不發自信 但是就是想體驗一下寫信過程中 想到你就不自覺的想笑 哇 這是一種戀愛的感覺 哈哈哈哈 OK 就其實我也有過 就是我小時候也有過寫信的這種 這種 這種時期哈 就是以前沒有手機 然後沒有 現在這麼發達的通訊的這個技術嘛 以前我在外地讀書 然後我每個月要給家人寫信 然後會給朋友寫信 所以寫信的過程其實是特別美好的 然後還是會很 其實最最最值得期待的是 當你收到回信的時候 然後打開那個信 要去看那個信的時候是非常 非常期待的 對 我沒有臉紅是這個 光線的問題 對 就等下 到他 等下 同時也很想對方拆開信的感覺 對 慢吞吞一個字一個字 認真讀信的感覺 美妙 太美妙了 也不知道下次有機會見到你是什麼時候 總之 在這段時間裡 一定要好好保持開心喔 OK 放心吧 嗯 OK 他說我 我 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 啊 對 對 OK OK 我大概已經懂得他在跟我說什麼 然後 對 因為挺長的 然後全部讀的話 我怕你們會很無聊 但是我一定要 在你們面前把它看 誰寫的 這個 叫 該用戶登月失敗 對 他這個名字 好像我有看過 叫 呃 他 叫 冰冰什麼 OK 謝謝你 欸現在直播有人看嗎 怎麼了 我怎麼就完了呢 我現在 哇這個 這個也太厚一分了 這個 這個我留到最後吧 好 好 現在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哇 這個是誰寫的 小橘子 orange 我覺得下一次我們還是 聊聊天就好了 這個 獨性 這個過程 你們看一下嗎 就是這樣一篇一篇 我怕 其實我是可以讀 但是我是怕 那個你們會覺得 有點無聊 懂嗎 沒事 今天 就完成它吧 嗨 嗨 君子 我是小橘子 有機會給你寫信 真的超級開心 我是一個 準高一的山東女娃 之前看《以團之名》的時候 喜歡上了你 也盡自己的 所能給你剪了卡 謝謝 對 有人給我剪卡 我一定會去看 我一定一定都會去看一下 對 然後呢 真的沒想到你居然點讚了 哎 對 那肯定是 對 當時 大 叫什麼字嗎 大 不回家看的時候 我特別開心 哈哈 當時初三 快高中 考 快中考了嗎 我每次想著 寫完作業 就能看《以團之名》 才能剪卡 哈哈 所以你還是 我學習的動力 哇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太好了 雖然我在《以團之名》 根本沒有鏡頭 對 你們剪卡也是為難你們了 對 就一擠下來可能就 十秒鐘的鏡頭吧 我覺得 你們能剪出來也真的 太不容易了 然後 其實當時 不坑是因為偶像 偶然 刷到了你和彤彤那個笑的視頻 就覺得你好可愛啊 之後看了你火星情報局的直拍 才知道你是個 Rapper 我以為你那麼可 愛 對 括號 傻屌 會是個Vocal 然而 現實再次讓我對 真香 無時無刻都在給我驚喜的寶藏男孩 最怕Rapper唱情歌 錄坑後 所聽的愛你和循環 愛你是什麼東西啊 那是我在抖音上翻唱的一個東西 對吧 讓我在坑裡彈得死死的 對 這種有言有才華性格又好的男孩子不多見哦 平時自己玩微博也比較多 每次看到張姐拍的圖很開心 也夾帶一點無奈 我沒有機會去見你啊 我覺得你們現在的任務 因為我以前是個讀書 成績特別不好的 的一個 在學校算是 小流氓那樣一個人 然後後來呢 後來我就 我就 我就知道 我是聽我的一些朋友跟我說 你一定要上大學 而且你一定要考一個好的大學 然後我就問他 我就問他為什麼我一定要考過大學嗎 然後 然後 他說因為考上大學之後 裡面 你會 有全新的生活 你會 交到非常多好的朋友 然後 就是也沒有什麼約束啊 然後就沒人管你 然後 你 你愛幹嘛幹嘛 然後我當時就覺得說 那好那我一定要考一個大學 然後 我就 瘋了一樣 你們肯定無法想像 因為我 我之前是學美術的 然後呢 但是我卻 很喜歡音樂 但是我家裡人不支持我 玩音樂 他們覺得說 男孩子不應該玩音樂 就應該做一個正額八緊的工作 比如說當一個老師啊 或者是 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那種 然後 一定要讓我學畫畫 那我就去了 去了之後 我是什麼都不會畫的一個人 然後 然後 到最後面 高考的時候 我瘋了 就是 我現在皮膚不是不好嗎 就是因為那段時間 那個 那個 高考的時候 我瘋了 就 我沒日沒夜 沒有睡覺 對 就學畫畫 然後我考上了本科縣 然後 從 異考結束之後 回到 學校去 準備高考 考文化科的時候 我六科加起來 才考了 幾十分 對 這就是我的故事 我六科加起來 考了幾十分 考了 好像八十幾分 我連ABCD都悶不對 你知道嗎 然後 但是 我就把所有的書 帶回家了 我就再也沒去過學校了 我就自學 我從 六個科 我從第一頁開始看 自己做筆記 自己學 學完 我花了一個月把所有書看完 然後我開始做卷子 最後面 我靠福建示範大學 所以說這是一個很勵志的過程 就是 心裡面 就是 其實我有很多故事 就我的故事 其實是可以寫成一本書的 就我跟我自己說 如果哪天我真的成功了 我一定要把我的故事 告訴給一個導演 然後讓他拍成一個電影 因為我 太多不容易 太多心酸 太多 你們看不見的東西 然後我想告訴你們 就是 心裡面一定要 有一個夢想 就是 這個夢想 不一定是說 我唱歌 我要跳舞 或者是幹嘛 但是 當下 耽誤自己 有一個夢想在的時候 就是你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要確認好它 它是你必須要 達到的一個目標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完成它 對 我就 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對 所以說 希望你們能夠 耽誤自己的 先好好讀書 OK 我也不知道怎麼 就聊了這麼多 莫名其妙的 把我自己黑了 OK 我現在 我先看一下 謝謝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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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就是 其實這樣 會很害羞 就是 就是把我捧得那麼高 其實 會 對 不好意思其實 嗯 嗯 他說 他每天晚上都會聽著我的歌 入眠 所以我 我能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 就是不斷的 出更好的作品 讓你們能夠 去聽 對 OK Thank you 有小劇組 嗚 嗯 欸 欸 這個是放哪裡的 啊 這單獨的 是嗎 這裡面也有嗎 男呢 OK 展姓樂 這個是一個格式 是嗎 就是寫信的一個格式 展姓樂 OK 我很悅 OK 很悅 OK 很悅 嗯 嗯 這是什麼 你們在說什麼 OK 我就讀信了 啊 我可能會 錯過很多 你們在說的東西 嗯 黑俊澤 你好吧 我是你的粉絲 不知道你對我 還有沒有印象 我是你生日 見面 會上那個 黃衣服 黃帽子的 東北女生 黃衣服 黃帽 好像有那麼一點印象啊 因為人太多了 我記得那天 那次見到 哥哥真的很開心啊 激動的 一直在抖 真的好喜歡哥哥呀 這次收到粉絲 後援會的信息 來給哥哥寫信 很開心 哇你的字寫的很好看耶 第一次有機會 給自己的IDOL寫信 有點語無人事 我想說 哥哥一直都是特別 辦的音樂人 哥真的很優秀 很有實力 所以我們都相信 俊澤哥一定會 大紅大字的 真的很棒 很值得讓人喜歡 文俊澤 你要好好照顧好自己 不要老是熬夜 熬夜也不是到 熬到凌晨 真的對身體還不好 你這麼大人了 要懂得休息 懂得照顧好自己 懂得饒意結合 對 對其實 就熬夜這個問題啊 嗯 就有的時候 真的就 博夜很無奈 你們知道嗎 就 我也想白天 起來能夠 就正常做西 白天起來寫歌 然後晚上早點睡覺 但有件事情是做不到呀 就白天你起來的時候 人都還沒清醒 然後傘子也沒開 就那種狀態 就那種狀態 你是 就沒有感覺 人一般是到晚上的時候 夜晚的時候 他 才會有那種 感覺出來 就是寫歌的那種感覺 就不管你當下心情是 難過呀 或者是空虛呀 或者是 有什麼想要表達出來的情感 其實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 創作最佳時期 所以說 我也沒辦法 讓我撐過這段時間 我一定會盡量去改 他說 也是因為哥哥 我學著彈吉他 正能量 IDOL 黃君泽 彈吉他 對 我覺得 有個興趣愛好挺好的 但 彈吉他 會有點痛苦的前期的時候 對 那個手會 很痛 但 嗯 嗯 君泽最近很忙吧 沒事的時候 能不能抽個時間多 發微博 營業呢 發個自拍 唱個歌 分享一下生活 什麼的 粉絲們 真的在 苦苦等待 各個營業 OK 就是我也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嗯 我 我接下去 除了要發新歌之外 然後 就是 就是 嗯 有一系列的 就類似 就公司的一些 會 我會出現內容呢 就裡面可能會有很多的 觀唱 然後 也會有很多的原傳 然後 可能會 嗯 應該是 我現在還不知道在哪一些短視 視頻去 去 去投放 但是 很快了 因為等30號 我不是有個演出嗎 30號演出完之後 我就會 回來之後 我就會去開始拍這個 短視頻的東西 所以你們很快也就能夠 就能夠看到 就是 能夠看到我的 對 唱歌 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 俊澤最近很滿吧 哦 對 我 我 對 一會兒 沒有 那 像俊澤的每次舞台 每個活動都去參加 去支持你 但我這個 腳剛剛 看白天大學的學生 好像有點困難哦 但我一定會盡量的去支持 歌的每一個舞台 每一個活動 粉絲們會一定支持你 陪著你 我也會一直支持你 如果 有一張 合照 什麼時候才能很幸運的 見到 君彥和菲哥拍的合照呢 嗯 這個太厲害了 你知道你和煙花很像嗎 都好看到爆 這個 太厲害了 OK 這句話我學的 我學會了 Yes 和煙花好像 都好看到爆 厲害 這句話 嗯 Thank you 哎 這個剛才是 哦對難了 這個是這裡的嗎 是嗎 我看是 太累了 我也想快一點啊 OK 這個叫 千千 OK OK 嗯 展信家 這是你的唯粉 千千 從3月8號至今 已經4個月了 在這段時間 我不關上線 不關線上 一直說 線下見你 四五次了 那麼 這次走心點 老來說說 我眼中的你吧 首先你很真誠 對待每個粉絲 都是真心實意的 會照顧 要 會認真的 感謝我們付出的努力 也是真的 關心大家 要照顧到每個人的感受 你每條私信都會看 這個是真的 嗯 就說到這個就是 我以前不是會回覆私信啊 什麼的給你們嗎 是 因為那個時候我的微博 就還在我自己手樓上 就是 這可以說嗎 嗯 就是因為 以前我會 我 因為 比如說一些你們給我發的一些東西 然後我看完 比如說以前說 說什麼 啊哥哥我生日了 然後我哥哥我 什麼時候要考試了 然後我都會 都會說給他說 加油啊 怎麼樣怎麼樣的 然後 但是這段時間我太忙了 然後微博上面 嗯 我就 會偶爾去看一看私信 但我就不會去回覆 然後因為 也是因為 現在的那個 賬號 現在就是公司幫我去 幫我 幫我去就是 OK OK 那我們 先讀信吧 你們懂得 太不容易了 啊 啊 你每的私信都會看 分享你的音樂 你也都聽 當面交流的時候 也是只是粉絲的目光 真誠地給予回覆 從你這裡我感受到尊重 從只有尊重粉絲的 我想才值得大家去追啊 其次你很直率 又無善言辭 心裡怎麼想的經常就脫口而出了 這是我常常替你的吧 其實這樣的你其實挺可愛的 我也喜歡像你這樣說話直接的real的人 不過為了你的事業發展 會希望你圓滑事故一點 不想你陷入窘境 更不想你因為一句無心之事 而受到無端的悲意 所以我的 你長點心吧 好 我努力啊 第三 作為idol真的很優秀 而且你還十分努力 還是那種不走捷徑 腳踏實地做音樂的 腳踏實地做音樂的努力 在節目中 你從不刻意賣人設 不加戲 不爭搶 安安靜靜 坐在角落 但是你對於每個舞台都付出一萬分的精力 認真對待也很有團隊精神 記得在能力者對決的時候 即使你內心是想要展示原創的 還是把機會讓給了隊友 接受團隊安排選擇了說唱 幸好你當時比的是說唱了 不然我就錯過了 為什麼 你們都那麼喜歡raff嗎 你的舞台是真的很圈粉啊 那幾個直拍我到現在還在看了 都怪節目太糊 這麼有才華有實力又帥氣了 你也沒有被多少人看見 只能留 Dominican 要是當年 你安靜 喝 díu 去接quent 尤其靈 現場 停了 爆發 千瀞 噢 那就你們都會去看我的抖音是嗎 什麼 你們都會去看我的抖音嗎 OK 倩倩 他改 OK 抖音 好 我聽來也拍起來吧 然後 好像 還有時間嗎 還有嗎 哇 這個也太 太豐富了吧 四張啊 OK 這是誰啊 欸 這什麼沒名字呀 阿櫻 OK 阿櫻 他最後一句話叫 只希望 全程不知道再鬼扯什麼 只希望你開心的 笑一笑 那 那我已經笑了 那我就不看你扯了好吧 來吧來吧 看一下啊 好 我開始讀了 我已經 OK 其實很多話都在私信裡說了 還有上一次的六月 也不知道你有沒有嚇到 那我 我來說說沒有說過的東西吧 OK 其實後悔沒有早一點發現 了解你 喜歡 上 不過既然現在喜歡了你 那我會一直堅持下去 不發工資也會堅持 那一種 一開始看一團之名 是因為裡面的另外一個選手 不要吃吃啦 我已經 然後感謝我看東西不會快進的這一習慣 終於在倒數第二期粉絲見面上 會上被你的Calling You圈粉 不要問我為什麼這麼晚發現你Calling You真的很好聽呀 我補完節目之後就在微博關注了你 順便看了無聊 不知不覺就掉坑了 原本讓我們相遇過年之外 對 他這個地方他寫的他應該是要我唱一下吧 不好意思走錯頻道了 讓我們切回來哈 追星這個事呢 其實有些人看來是理解不了的行為 我也覺得單方面付出給一個都不一定有回報的人 實在很愚蠢 可是追星的是你 可是追的星是 你才不愚蠢 反倒是有眼光的 此處全體GPS快給自己個讚 因為你真的很好 沒有 我沒有再誇張你尊重每個GPS 記得大家的付出 但是 此故可以更新一下歌 不要老是感恩的心 每次學學怎麼吹身邊的人才 我們屁也是可以的 讓我見粉 插個廣告 你解決嗎 我覺得我看一看就行了好吧 因為我發現他這裡面是 OK 好 這句話太狠了 我看你明年必紅 不紅我生吃狸狗蛋 太狠了 哎 我看你 我看你 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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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戀愛循環是什麼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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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時候去聽一下 他想讓我唱這首歌 還有一首歌 還有一首歌 貓爾開關 貓爾開關 這個歌怎麼都沒聽過這個歌 你們都發給我 私信發給我 大白頭香水 我也 我也 我也聞 我也聞過 我覺得挺好 挺好聞的 他連歌詞都寫了啊 在寫歌詞嗎 我在滿地靈靈中低著頭 試圖尋找最弱的星星 又墊 又 雙腳沾滿泥漿 步履 盤山 黑暗中 我看不到方向 也尋找不到那個屬於自己的星星 我試著抬頭 我的月亮 就掛在我頭頂 明明是第一次見到光馬 溫柔熟悉 溫柔的熟悉 敢讓我確定 這就是我的 你月亮 他照亮了 我腳下的路 我從泥印中 拔出腳步 借著那一路 延伸至前方的光亮 向夢境的目的地出發 不行 我一定要知道 他這個是歌詞嗎 我也不知道他這個是不是歌詞啊 應該不是歌詞 我覺得應該不是歌詞 好嘞 剛才的彩虹屁 你看 他真的是彩虹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看大漠 怎麼了 這個不是 是嗎 沒有 這個不知名博主 就是音節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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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問你 那我問你啊 等一下 這個是歌 我剛才唸的是歌詞嗎 你寫的歌詞嗎 你寫的歌詞嗎 你自己寫的 你自己不知道嗎 這感覺是小說 不是歌詞 小說 這個叫什麼 像是一個內心的獨白 全程不知道在鬼扯什麼 只希望你開心笑一笑的阿姨 OK 我很開心 然後我也很謝謝你 你看彈幕我一直在看啊 好 對 是日記耶 對 OK 那 沒了 這個 好 OK 今天的 今天的直播任務 我已經完成了 然後 我就要下樓 好 哥哥可以唱歌嗎 我也不知道唱什麼歌 可以唱歌嗎 一分鐘 那我就不 不唱歌了吧 我給你們聽一下 給你們聽一個歌吧 我想要 這樣嗎 好嗎 可以唱歌嗎 給你們聽一下馬來要發的歌 看看世界有嗎 看一下 等一下 一個片段好不好 我就下 我喜欢看你穿我的地区 淡水 你哟哟哟 baby 你哟哟 每一喜欢你 在我的腿上 看电影 你哟哟 baby 你哟哟 因为爱 爱 遇见你 然后爱上你 因为爱 爱 爱 遇见你 然后爱上你 好 就只能听这么多了啊 哼哼 哼哼 嗯嗯嗯 然后 哼哼 我还是工作了 好吧 嗯 对过两天 应该就要发新歌了 但是不是这一首 是另外一首 比较偏夏天的感觉 比较像儿歌 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喜欢 好吧 那我瞎了 然后咱们 下次再见 好吧 拜拜 我挂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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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